先分享家庭版石膠炒扇片 首先给大家分享一下这个扇片怎么起 这个头部对着它一刀 然后手指头捏在这个刀口 卡着这个位置 剪刀从这里开口 一捅它 捅到尾部 好 这个捅完一定要冲水 要不然它会破档 这个肉就苦了 捅完之后冲水就把这个内状扯出来 开完肚子 往这里 一拍它就卷起来 再拍 再拍 一直拍到底 拍得厉害一点 那么我们就可以发现它 这个脊骨反出来了 就这里砍断 我们就向着这个脊骨一拉 好 继续一拉拉到底 OK 尾巴就不要 整个脊骨就出来了 这个是镜肉了 然后头部去掉 接着呢 就打花刀 剁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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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剁 尽量不要多段 轻轻的 斜斜的一直跱过来 反一个方向 形成一个网状型 这个肉就容易肉味了 好 斜刀切成菱形 这就是蒜片了 好 好我们炒蒜片的材料 全部都在这里 这个是黄蒜片了 OK 起出来这个鸡骨头尾 就没有什么价值了 这个是青红辣椒 还有洋葱 蒜片姜片小米辣 不喜欢的可以不放 这个是阳光豆豉 OK开始 首先这个黄蒜片呢 我们先把它腌一下 生抽一点点 米酒一点点 胡椒粉一点点 干淀粉一点点 抓拌均匀 这个阳光豆豉洗一下 洗完这个豆豉 轻轻剁一下 炒之前先把这个铅汁调好 生抽小半勺 蚝油一勺 青水一汤勺 老抽小半勺 干淀粉小半勺 盐一点点很少 接着把它搅拌均匀 等一下炒就不用手忙走乱了 起锅烧油 好 两勺油就够了 拉这个黄蒜油油温高一点 一下子放下去 这个黄蒜不要拉太久 它肉过手会散的 就五层熟就可以了 留点底油先煸辣椒 少一点点水 你倒在腌 小铅 小铅 练水洗瓜 蒙花银油 蒜水洗瓜 接着小米辣 爆香以后最后放豆豉 粘水放入黄酸辣椒 烤好朋友米酒 炒均匀以后 放入提前调好的馅 慢慢淋下去 最后放平油 好了我们家庭版的石椒炒三片就OK了 先给大家尝一个 我们辣椒夹着黄酸片 味道不错 豆豉味浓郁 好 我们这期就分享到这里 喜欢看我做菜的朋友们 长按大拇指 一键三连 下次再见